大家好,继续围观,习包子的泪痘的精彩,精彩的泪痘 这个准确的是昨天啊,出现了一个二十大以后的一个反腐败的关键的消息 贵州省委的原书记孙志庚被拿下 所以呢,这个看点很大,聪明人一看就明白,不聪明的人看了,说了也看,也看不懂 孙志庚是二十大以后,习包子干掉的两个正部级干部之一 第一个呢,是上海人大常委委会主任董永虎,也是上海人 这个孙志庚呢,是第二个正部级干部,二十大以后被拿掉的 而且这个孙志庚呢,还是个退休的脑头,是吧 已经这个,那个什么了啊,已经是原书记,不是现任的书记 已经是父贤在家的这么一个,没什么太多的政治的,所谓的运作能力的 这么一个退休老头子,你把他拿下来干嘛,有毛病吗,是不是 哎,这里面的看点很大,首先呢,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刚才说的啊 习包子二十大以后,打掉的两个正部级的贪官 都他奶奶的是上海人,都是上海帮的人 这话怎么说啊,有人又问我啊 他说你这些,董永虎是上海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好说 说是孙志康跟上海有个谋关系啊,是吧,孙志康的履历是什么呀 曾经做过湖北省委书记,是吧 湖北省委的秘书长,完了以后在安徽省做过常务副省长 完了以后,这个担任过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 是吧,国务院一改办主任 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做过这个贵州省的省长 然后呢,2017年接替这个陈明尔 当时陈明尔呢,调到这个什么 调到重庆做市委书记 然后呢,孙志康就接陈明尔任贵州省委书记 你说这个孙志康跟这个什么 上海帮有什么关系呢,那当然有关系了 就是他在这个湖北省委秘书长的这个时候啊 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谁啊,是余震生 余震生,地球人都知道啊 他是邓小平的人,是上海帮的人 他一开始是邓小平的人 余震生的家里和邓小平的家里 由于简步断里还乱的亲戚关系 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余震生曾经做过这个什么 上海市委书记余震生是妥妥贴贴的啊 上海帮的这个关键的牛逼人物之一 所以呢,打掉这个孙志康 其实是习宝子建制上海帮 建制余震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 所以孙志康有多大个罪,他不重要 你如果是个老百姓 你看到孙志康原省委书记被抓 你就很高兴,觉得反腐吧 习主席反腐不能停 又把一个省委书记给拿下来 爽,你爽什么呀 跟你有什么毛关系啊,是不是 孙志康第一 当年调到这个贵州省任省委书记 20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孙志康还是习近平的人 因为习近平做总书记 如果习近平不信任 他是不可能让他做省委书记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又要搞出这个孙志康被抓呢 那一定是背后上海帮这边的有人 在搞习近平的事儿 所以呢,现在要集中心力敲打上海帮 凡是与上海帮有关系的 这些个努力一个都跑不掉我跟你说 所以他打掉什么董永虎 打掉这个什么孙志康这么一个没有权力的人 这么一个退休的人 那一定是为了什么呀 一定一定是为了指向上海帮的关键大佬 那上海帮的关键大佬现在还有几个人呢 你算得算得到吗 是不是 第一,曾庆红 第二,就是于震生 哎,第二就是于震生 第三,是韩正 这三个人都快活着呢 都是做过政治局常委的人呢 你说是不是 当然还有两个人呢 一个是王胡林 上海帮的人 还有丁薛祥 是吧 上海帮的人 上海帮的人可不少 上海帮的人对习近平构成巨大的压力 即便是上海帮的人 他不对习包子的农业有所规律 不对习包子的位置有所期盼 习包子也放不过他们 因为他们的阵容太强大了 他们的团队太强大了 而且人是个鬼都知道啊 上海帮的人 曾经被习包子和胡锦涛整的死去回来 现在这个后来呢 习包子又联合上海帮 又把这个胡锦涛整的死去回来 所以最终就是中国的传统故事吧 什么跟什么相争的 什么什么得利嘛 就这么一个事 你说是不是 习包子那绝对是内斗的手腕呢 那绝对是 不是济高于愁的问题啊 是绝对是 中国内斗这个历史的天花板啊 没有之一啊 他是最牛逼的 所以你能想想习主席这个人 你说他脑袋子不好使 那你是下车 你想想他当年装孙子 成功的骗过了上海帮 那个时候说话算数的是江泽民和曾经红啊 没有江泽民和曾经红 习包子哪有今天呢 是不是 完了以后上来就开始打上海帮 把习包子曾经红的所有的努诺 都给他干完了走 挺有意思啊 挺有意思 干完了以后呢 以为他跟胡锦涛形成的政治联盟 以为胡锦涛也是赢家 结果胡锦涛转眼就被习包子当中架走 习包子这个又又又又跟上海帮跟曾经红联合起来 他们说这个曾经红啊 跟这个胡锦涛啊那是杀死的冤仇 那是不共戴天啊 因为曾经红这个人呢他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代表江泽民控制团派 控制曾经红和伍 代表江泽民控制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 是吧 然后形成的九龙治水的局面 这就是曾经红干的啊 九龙治水 这是他干的第一件事情 胡锦涛恨曾经红和那牙痒痒 第二就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这个他也知道自己呢 最终共产党的这个玩意儿也不咋地是吧 最终你得搞到钱 你如果当上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正国际的领导 完了以后你家里没搞到钱 你是一个纯种的250 你是个大傻叉是不是 有权不使过去作废 所以曾经红在快退休之前干了一件大事 把这个山东鲁能 这么一个700多亿的一个国有企业 通过这个什么管理层收购成功的私有化 用30多亿现金收购了一个资产价格 700多亿的这么一个超大型国有企业 这是曾经红干的事情 他的儿子在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所以曾经红的儿子 人在澳洲 从来就没打算在中共的官场上 有一个一贯半职 这是多有趣的一个事情 按照他的能力 他能够安排那么多人 他能够安排习近平当中共的老大 他居然没有安排他儿子在中国搞一个一贯半职 所以曾经红这个人呢 对土工的这个未来的 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 他就是玩权 完了以后呢 就是玩权的过程中呢 就是报复 报复 把他的对手一个一个的搞死 君子报仇 他奶奶的十年十年不晚 第二个就是搞钱 让自己的家族成功的移居海外 永远花不完的钱 你说是不是 所以胡锦涛呢 当时把这个什么 当时把这个曾经红的这个努能的事情啊 管理层收购搞私有化的事情呢 就把它曝光了啊 所以当时这个财新杂志 曾经写过一篇牛逼文章 叫谁的努能 啊 其实是胡锦涛温家宝 打这个什么 曾经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体措施啊 媒体步骤 所以后来这个曾经红有指挥人 在这个什么 纽约时报又发了一篇 关于这个温家宝家里有多少多少财产 有多少多少贪污的这个 这个猛要文章是不是 那中共的内度他很有意思的 所以你表面看起来 是曾经红与胡锦涛之间的内斗 其实最终你会发现啊 胡锦涛的派系是打酱油的 上海帮与习包子的决斗 才是中共的终极决斗 所以现在这个孙志刚被抓 那一定是习包子 剑指上海帮 要打掉上海帮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所以北京有高人一看就明白啊 你说你这个时候拿一个孙志刚干嘛 不就是因为他跟这个 跟这个余震生的关系吗 余震生当湖北省委书记 孙志刚当秘书长 这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我也做过秘书的啊 你开玩笑啊 绝对是铁杆中的铁杆 马屁中的马屁 菊花中的菊花 绝对是真的啊 说高人一样看穿习包子的计划 要警告江派干将余震生 打乱曾经红上海帮的计划 像现在曾经红上海帮余震生 他们这帮人都想阻止习包子朝着朝鲜狂奔 中国还是要回到江主席的闷声发达财的路线 大家日子都好过 是这么一个路子啊 所以这里面很复杂的 说习包子最近在党内有个很秘密的讲话 在新疆讲了一番话 我们待会在另外一个节目讲 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看的最远的 里面这帮孙子都不想啊 所以有人看到这个余震生有可能出事 就说这个余震生也是活该啊 余震生我们说过他是红二代啊 他是红二代啊 他跟邓耀平家里那是非常不一般的关系啊 所以当年这个任志强的爹和余震生那是非常好的关系啊 我参加这个上海的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企业界的联谊会的时候 我看着余震生对对对对这个什么 我在现场看着余震生余书记余书记是不是 对于任志强那叫一个亲人啊 一进来还没坐下来呢眼睛一扫说 任志强呢你小子在哪坐我旁边来 是不是啊我们这些人都觉得挺羡慕啊 羡慕嫉妒恨啊 真是然后任志强拿着一个一堆文件 赶紧赶紧PDRPDR就坐在任志强的这个 坐在余震生的身边去了 人家是世交 所以当时这个任志强出事 余震生没有救任志强 这是被万人骂的一个事情 那是你的马仔 那是你的小兄弟 那是你的亲戚 那是你的自己人是不是 你能不能救他一下呢 因为你说任志强这个人 他也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好不好 他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变好 是吧 结果呢你就看着任志强 就被席包子判了18年 你都不出身 你以为你能躲到个席包子的铁拳吗 躲不过这会儿又来了吧 躲不过的 我们说人哪 你如果有一个价值观 你就一定要记住 在任何一件有备于你的价值观的事情出现之后 你必须要反击 你必须不能装孙子 你必须不能亡谷左右而言他 你必须不能扰盗子 你必须要直面这个事情 你不能装孙子的 装孙子迟早有一天呢 这个拳头也会砸在你的头上 你躲不过的 所以人是躲不过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什么麻烦 你要解决他 你不要回避他 你违避他 你迟早这个东西他解决 他回避不了的 他换一种方式 绕一条路 他又来到你的面前 倒是你一辈子都没解决 你一辈子一事无常 一辈子诸我不如 谢谢